看看新闻网 自今年三月底文章被爆出轨姚迪 关注的他与马一帝离婚的消息传言不断 虽然说之前夫妻俩又是合体度假 又是恩爱昭告天下 但是都没打消一颗颗揣测的心 近日风转的一条新闻 更是说的有鼻子有眼 说文马二人已经在西安老家办好离婚手续了 这下可把马斯林给惹急了 文马一家恢复如常之时 网上却出现了这样一张文章的照片 大筐墨镜 黑衣连帽衫盖头 按照爆料网友的说法 文章这行头显然是为了避人耳目 非敌老家西安 与从北京飞来的马一丽会合 然后携手离婚去 于是文章马一丽离婚的消息 被传得像模像样 直接成了微博热门的话题 更有新闻爆出 马一丽与文章是二婚 此前还有一个孩子 于是文章经纪人驳斥离婚传言 嫌发制人 截着8月29号 马一丽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布 律师函 对于离婚以及二婚传言 进行了否认 要求停止诽谤 并保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而此前 马一丽文章夫妇俩的好友刘欢 也曾经透露 文章则忙于筹备新剧 如此看来 如今两人的感情平稳 而未来的工作计划 已被提伤日程 娱乐星天地 对他俩来说 想要亲近真的好男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